妈妈从小对我说 老童话里的故事 都是骗人的 耶 我觉得吧 反应还不够热烈 耶 大家好 我是刚刚从湖南 搬到天津来的 你们的新邻居 我叫春德石 谁 谁说蠢得死啊 我这个人啊 一辈子就爱两样 一是爱老婆 我对我老婆就是两个字 孝顺 二呢 我喜欢打麻将 你看这个美女 我一说打麻将 你就看着我笑 你也喜欢打牌吧 这样好不好 三缺一的时候 你叫我打牌 你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 好不好 蠢得死啊 谁看见我们叫蠢得死了mission いやいやいや 純 organized 我老婆来了 我老婆她是个粗坛子 等一下来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说 我在这里面美女打牌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哎呀 老婆我在这里 我的 大家看 这就是我老婆 我老婆漂亮吗 漂亮 漂亮哪有自己说的 你傻呀 你自己都不说 你自己漂亮 谁会说你漂亮啊 我老婆就是自信的 刚刚在干什么呀 我在跟邻居们聊 哎哎哎哎 川德嫂 你这看见了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啊 大家告诉我是聊哪个妹啊 谁 哪个 我跟你说实话 老婆我跟你说实话 我就是约这个美女 大麻将 我就是 就这个 这个呀 对穿得像斑马一样的 是比我长得漂亮啊 过来 来了啊我的天哪 我老婆 我是真的我是害怕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吗 你肯定是心里做了什么亏心的事 你才害怕嘛 我都跟你说了好吧 我对天发誓 我刚才就是约这个美女 打麻将 为什么要约这个美女打麻将 我 我 你认识她吗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人家美女 你就约人家美女打麻将啊 不 他看着我笑 他看着我笑 那 后面那里有个大哥 他也望着你笑 你怎么不约他 我打麻将啊 哎呦 大哥哎 你这个时候笑什么咯 天哪 我算知道了啊 你就是因为看了人家美女 长得漂亮 你才约人家打麻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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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 早有这态度不就好了咯 是吧 你只要承认 是因为看了人家长得漂亮 你就去约别人 是吧 你认个错 你道个歉 你下不为例 我就把这一页翻过去 我再也不提了 我们两个好生 过日子 真的呀 真的 好了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是 我就看了他 确实长得还可以 好 那我不下去了 纯的子啊 你这个没良心的啊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我没有过过一天的 好日子 别的老婆到西藏去旅游 那都是坐飞机去啊 你叫我 踩空想单车去 别的老婆穿的都是什么 一身的名牌货 你再看我穿的是什么 水货 艾货 地摊货 我说过一句怨也没有 你居然背着我啊 看着人家美女就去约是吧 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事情 我跟你没完 哎 老婆 我们两个说好了 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是的 我刚刚是翻过去了 但是现在我又翻回来了 不可以啊 老婆 你要怎么样 你才原谅我 你说 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才能够原谅你 我跟你说 不至于老婆 我跟你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你要我原谅你 可以 你刚刚是怎么看着这个美女就跟她约的 你把整个过程 你对我来一回 不 你没这个必要了 有这个必要啊 我就想知道你们刚刚背着我在一起的 每个动作 每个语言 每个细节 我也想过一下那个瘾 嗯 哎呀 老婆呀 我 这样了 我们回去生二胎 生什么二胎咯 结果现在这个心情 这个状态 那生出来也是个乖胎 好咯 老婆 算了咯 好吧 不能就这么轻易的算了 轻易算了 你就会轻易再犯 真的是 只要你照原样 是吧 让我知道你刚刚这个美女约的每一个动作 每个语言 每个细节 我跟你说 我就把这一页我翻过去 再也不还回来了 我们两个好生过日子 哎呀 我得干嘛呀 又是这句话呢 大家说我老婆说的这话能信吗 你看 都说信 刚才那个穿白衣服的 你为什么说不能信呢 这个啊 嗯 跟我一样戴眼镜呢 穿个短裤做那的是吧 是你说不能信的是吧 没有信 你这是想戴坏我老公呢 既然你又不让我老公来约我一回 那你来约咯 你就约我一回 我还把它拍这小视频 我发到网上去 我爱你老婆 我还不死你 要不我先约呀 反正我也喜欢打牌 约一个呗 我先来啊 你配合好不好 帅哥 打牌吗 三缺一啊 是这样的吗 帅哥 打牌呗 三缺一啊 干嘛呀 我的天哪 太丢人了老婆 我来 我来好不好 好的 那说好了就来啊 照颜样啊 好 哎呀 我的天哪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那个美女 这也差得太远了 这也 嗨 老婆 你傻呀 你第一回见人家美女 你就叫人家老婆呀 不不不不不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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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就是我对天发生 我还还那美女 我还那美女啊 你是还那美女是吧 美女啊美女啊 是的咯 在你的心目当中 别人就是美女是吧 我就是个黄脸婆 人家就是一朵花 我就是豆腐渣 别人就美的逗人 啊 我就不是个人啊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好了 继续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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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要喊到什么了 我都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谁啊 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 QK号码 微信号码 告诉我吧 三拳一的时候 哎哎哎老婆你干什么 哎哎 蠢的死啊 我等算看见你了 你第一次跟我约会的时候 你跟我打了一晚上的麻将 你都打到天亮了 你连我信什么你都没有问啊 你跟别的美女 第一次才见面不到一分钟 你就要这个号码 要那个号码 你肯定是看着人家漂亮 你才这么说的嘛 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事情我跟你没完 哎 我们两个不是刚才说好了吗 这些翻过去以后 就再也不翻回来了呢 我也不想翻回来嘞 但是我就是翻不过去嘞 老婆 你最还好吧 你给个痛快 你说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原谅我 我也想原谅你 但是我 我过不去这个卡我跟你说 你除非你是这样 嗯 你除非 你除非你现在走到他面前 去说一句话 我就原谅你 什么话 我想想 好 你就走到他面前 你说一句这样的话 嗯 你就说 我爱死我老婆了 我忘了你 我就想死 你要敢这么说 我就原谅你 咱就翻篇了 你是原谅我了 人家会大嘴巴仇死我的 哎你怕什么呀 你当你追我的时候 你说你为了我死你的原因 你现在为了我哀藏小小的党 有什么不可以咧 嘴你的时候说的话你也信 哎 也信的 信的信的信的 你去不去 我不去 去不去 不去 好 不去离婚 你敢 嗯 童小话你给我站过来 干嘛 干嘛 我忍了你好久了 你以为我让着你 我是怕你啊 我是爱你了 现在怎么了这两口子 夫妻之间 连个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一个团队没有基本的信任 这个团队就没有战斗力了 我们这么大一个社会 人不相信人 这个社会就没有邻居力了 我说的对吗 问你嘞 对 错了没有 错了 哎呀我去吧 要 为什么 我就想知道在你们男人的心目当中 啊到底是老婆重要还是道理重要 你明明到这里老婆不讲道理 你还跟你不讲道理老婆讲道理 我去 我去 好去吧 就去 好这里 要不我现在说一下 好好好我说 美女这是我老公 她有话跟你说 姑娘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看见了啊 我要是不按我老婆说的做 我估计我就 看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阳了 我就对不起 好我说我说我说 美女 你晚上还要请她去吃小龙虾呀 不是不是我是先跟她客气客气 这有什么好客气的 说完咱就回家过日子去了呀 好好好说说说说 你说还是不说呀 说说说我看着她眼睛说 好吧 那是的你还望着她的眼睛说 是咯 她的眼睛长得漂亮咯 她的眼睛打得转咯 我的眼睛就是一条线咯 好 我把眼睛闭着 我不看着她说 好吧 那是的你还望着她眉背眼背 你不知道好陶醉是吧 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我就是想你清清楚楚 把这句话说 说完说完 我们就回家了 好好好来来来说说说 美女 我爱死我老婆了 你看着我们两个就想死吧 拜拜 我说完了哈